以下三款美系车型可以说拿出了最大的诚意 居然能够狂降5万 里面不仅有轿车还有SUV 都是能够满足你家庭出行的需求 尤其是最后一款车型跌至12万多 还是一款B级车 家用的话真心划算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别克昂科威 提到别克 那么招款车自然是少不了的 入手招款车的消费者都是看中了它的空间 以及车内不错的舒适度 轴距近2米8 车长4米662 定位是中型SUV 但也只能称字上是入门级 相比CRV它也是要宽敞一些 并且在价格方面它却属于紧凑级 官方指导价20万9千9到30万9千9 优惠4万6 罗车16万出头就能够拿下 这是1.5T版本 价格方面相比CRV的入门级版本也是差不了太多 但是它却匹配了9AT变子箱 马力能够达了211 扭矩270 反观CRV的1.5T发轮机 马力也才190 动力方面肯定不如照管着强劲 而且它的2.0T版本和CRV的中配价格差不多 马力却能够达了237 扭矩能够达350 0百加速7.7秒 动力规格这一方面完胜CRV 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 再加上外观方面更是非常的年轻运动 底盘方面更是采用了墙后五连杆 美系车的调教能够让你在高速上面行驶 稳重扎实 只不过这款车的缺点就是保值率不高 油耗高 后排地台凸起的也是比较高 但是家用来说的话足够了 毕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二款别克军越 目前这款车为了充销量 移惑力度也是非常的大 入门级车已经从R19800跌至16万多 这可是一款B加级轿车 而就连蒙迪欧他的入门级版本都已经16万呢 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外观方面更是非常的大气沉稳 车内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宽敞 轴距达到了近3米 特长5米026 车内虽然科技感不强 但是豪华属性也是比较足 像武器囊 可开启的全景天窗 大面积的真皮包裹 主动降噪 前排作为加热 多层格因玻璃更是都有搭载 完胜麦腾帕阿特 更猛的是 动力层面居然搭载了1.5T和2.0T两个版本 匹配的是980变子箱 如果只是家用来说的话 它的1.5T版本也是能够让你随便霍霍 但是想要动力强 就得考虑它652T豪华型 优惠完以后的价格是189800 2.0T发动机 980变子箱 马力237 扭矩350 0.0加速7.2秒 动力相当的生猛 高速上面的储备也是非常的足 再加上每汽车扎实稳重的底盘调校 转向精准的方向盘 开这款车可以说四平八稳 这款车确实拥有着不俗的实力 都是我们消费者最需要的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三款选弗兰Maribe XL 动力方面与均威采用的是同款三大件 轴距方面也是都一样 配置方面就更不用多说了 不过现在价格方面确实是非常的良心 入门级版本已经从175,900 跌至119,900 这可是一款B级车 性价比是相当的高 只不过在内饰方面它却没有别颗厚道 高级感根本没有 相反用拖拉机这三个字来形容它 毫无违和感 外观方面更是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 虽然这款车针对的就是年轻消费者 空间方面也是非常宽敞 但就是品牌影响力不足 动力层面1.5T、R20T两个版本 匹配的都是9AT变子箱 个人建议1.5T入门级版本就够用了 价格已经跌至和国产车一个断位了 而且在之前这可是一线B级车 与索巴K5号称屌丝三宝 只不过由于厂家没有及时更新换贷 现在只能打起价格战 12万多入手这样一款重行车 确实是非常划算 家用来说的话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对此你怎么看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